《大坑中秋舞火龍勝會》 剛結束的《大坑中秋舞火龍勝會》 成為了社交平台熱門發布主題 吸引了大量遊客前來觀賞和體驗 足見香港的本地獨特文化,是香港的最強文宣 在內地過去的三日中秋節假期 入境處錄得超過35萬內地旅客人次入境香港 不過,在快速變化的旅遊市場中 香港必須主動求變,積極打造旅遊業2.0 以全新的姿態迎接全球遊客 文化體育及旅遊局局長楊潤雄日前 在旅遊業策略委員會第二次會議 與委員討論旅遊模式及旅客習慣的改變 希望旅遊業界能識變、應變、求變 與政府一同推動旅遊發展 而會議亦就香港旅遊業發展藍圖2.0的建議方向 和如何推廣香港無處不旅遊交換意見 要打造香港旅遊2.0 便需要從兩個方向去思考 第一,就是旅遊業進一步向盛事化方向發展 海洋公園龍鳳胎大熊貓的到來 為香港發展熊貓經濟提供了新的契機 大熊貓作為國寶 具有極高的觀賞價值和文化意義 香港可以藉此機會 加大對海洋公園的宣傳和推廣力度 打造成成中盛事都市作遠性宣傳的良機 今年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75週年 特區政府將舉辦超過400項慶祝活動 例如舞人機表演、飄飾巡遊、特色市集、花燈展覽等 將整個社會揚日著熱鬧的國慶氣氛 將城市與旅遊結合 為香港旅遊提供充足的能量 如果大家對這個議題有任何意見 可以留言告訴我們 再見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